228廉假今天第二天各地多云道勤 接下来未来一周要迎来三次的冷暖交替 今天有一股冷空气南下之外 3月2号 3月5号都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气温略降 博士今天这天气还算不错 也有不少民众到内湖草莓园区体验采草莓 鲜红色草莓透进温暖阳光 228廉假第二天是逢草莓盛产季 民众把握好天气到内湖果园体验采草莓 今天有开心吗 有 我跟妈妈采的 还有一颗比这个大颗 是刚刚的占利品 大概有几颗了 可能有20颗了吧 草莓是很漂亮 但是因为可能昨天第一天假期都已经被采得差不多 放眼望去整个草莓园区果实稀稀落落 而且大多还没成熟 因为周六连假第一天 大颗香甜的红草莓早被大批民众抢先采草 现在想采可能还要再等一个礼拜 就是因为冷又下雨 所以说这个草莓它烂掉的很多 所以拔掉很多 香采漂亮的就是每一个假日的第一天 就是星期六早上来 昨天亮是还有啦 可是到下午真的也是采不到草莓了 要是担心扑空 园区还有DIY草莓果酱 公民众预约体验同样很受欢迎 但这连假好天气可要好好把握 因为周三开始东北风增强 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雨 气温也会稍微下降 虽然周四周五北台湾天气好转 气温回升 东半部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雨 紧着这周六又有另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冷空气也会比前一波还要强 一周的天气变化是有三次冷暖的交替 大暖缓寒的情形 下一波东北季风增强时间是3月2号的时候 一周温度起伏大 北部最低温下探13到15度 高温可以来到25度 中南部也要留意日夜温差 清晨夜晚最低温会降到1516度 但白天的高温还是有25到28度之间 暂暖缓寒忽冷忽热 民众全搭上也得下点功夫 记者吴正宇旅宿于台北采访报道